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有一家外资全资受险公司即将出现 南都记者获悉 汇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5月4号宣布 已与其在华受险合作伙伴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达成协议 将收购国民信托所持有的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50%股权 交易完成后 汇丰人寿将成为其在内地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据悉作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汇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 将依据中国自今年1月1号起 实施的取消合资受险公司外资比例限制的开放举措 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完成交易 该交易上代包括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在内的相关监察机构核准